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去年大热的恐怖片 《安娜贝尔奥诞生》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小镇的一栋别墅里 这里生活着幸福的三口之家 男主人的妻子贤惠漂亮,女儿聪明可爱 然而不久后,女儿却因为一场车祸而离世了 一转眼,12年过去了,一个修女找到了男主人大叔 原来修女所在的孤儿院倒闭了,孩子们无家可归 于是大叔答应收留了这些孩子 其中一对小女孩叫大妮和小妮 大妮因为小儿麻痹而瘸了左腿 之后孩子们来到了大叔的家中 大叔的妻子因为当年的打击,人就卧床不起 房子很大,很舒适,孩子们很开心 本以为自己找了个好的归宿 然而当天晚上,大妮就被一阵声响给吵醒了 起来后,在门边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来找我 随后大妮按照纸条的指引来到了一处房间内 在房间的衣橱里,大妮发现了一个长相怪异的娃娃 大妮给她盖上床单,刚想离开 结果娃娃顶着床单走了出来 床单落下后,却拍了一人 自此之后,别墅中的怪事并接连不断 其实小妮在捉迷藏了一场后,被娃娃一闪而过 最后两名女孩在晚上讲鬼故事的时候,快被吓了一跳 第二天晚上,那个房间里传来了音乐声 大妮从此走了进去,结果大叔死去多年的女儿突然出现 刚刚通通关上,大妮若若可逃,结果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大妮从医院回来后,坐在外面晒太阳 结果恶魔出现,将大妮推进了仓库 她被灌了一脚,转弄死 等到大妮被人发现时,她却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 小妮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于是将她所遇见的怪事告诉了大叔 大叔走进了屋内,她在餐厅内发现了那只鬼娃娃 这时,大妮出现在身后,大叔就伤了一个盒饭 小妮怀疑这一切和鬼娃娃有关 于是偷偷将她扔进了井里 结果差点被娃娃拖进了井里 幸亏兄女出现,就下了她 两人回屋后,却发现鬼娃娃出现在被窝里 兄女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找到了女主人,问出了事实 原来当年夫妻俩失去女儿后 一直祈祷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女儿 结果换来了恶魔,扑在了娃娃身上 女主人也为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后来在一名神父的帮助下 鬼娃娃被翻印在了衣柜里 如今恶魔附身在了大妮的身上 女主人惨遭杀害 小妮也被拖进了黑暗中 之后小妮逃到了女主人的房间里 却发现她拖着半截身体向她拖来 小妮赶紧逃了出去 却被恶魔附身的大妮抓住 关键时刻,兄女赶到将大妮和娃娃关进了一只眼 等到警察赶到时,却发现大妮不知所踪 第二天,神父来做了虚摸仪式 玩事后还问谁还要这个娃娃 众人呆若目击 影片的最后,大妮重新被一家人给收养了 但是12年后的一个夜里 养父养母被大妮残忍杀害 而住在对面的小妮惊醒了过来 影片到此结束 好啦,今天喵妹就说到这里啦 关注微信号喵妹说电影 喵妹在这里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